先生怎么称呼 叫盖小飞 小飞 是吧 小飞和奥妮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因为老公也是二人传演员 然后我们同时在一个演出的地方 我们认识的 因为我当时就是 我择有标准找对象 我喜欢那种长得高高 帅帅的 白白的那种颜值上 我特别喜欢颜值长得好看 然后第一眼看着她 给我感觉吓一跳 就是不是我想要找的那种类型了 完全都没觉得 她能是成为我的那个另弹老公 对 那后来她怎么就 接受这种款式呢 接受这种 她其实说句实话 她是挺金用型的 金酒奈 就便宜又实惠 便宜又实惠 对 就是那种类型 她是属于特别暖心 对我的照顾啊 细心啊 给我打动的 我觉得这个颜值 现在不重要了 其实 其实长得还行 她不信 那意思是说 就是你看习惯了就好了 对 就是对我那种 就是包括我出去演出啊 绝对她不会用我 想一些该想的事情 她都会被发漫正正的 对 就她替你想好 你会面对的所有的问题 她除了嘴上不会说之外 行动上是特别 愿意行动的一个人 而且还很有爱心 就是她会感染到我 每年有时间 我们俩就会去养老院呢 还有这些地方 捐给小朋友 那个什么地方 她就会感染我 带我一起去 做工艺 对 做工艺 所以说我就觉得 这个男孩 还是不要看那个颜值 看品质 对 看品质 小飞生活当中 她是一个很浪漫的人吗 她不浪漫 她是属于那种 特别不会说的那种直男 我们俩结婚的时候 条件非常不好 然后带的钻戒 交换戒指的钻戒 也是假的 她跟我说 媳妇 我挣钱了以后 我给你买个大的 买个真的 然后前两年嘛 她就给我买了一个钻戒 这种是一个 特别有仪式感 说比如说 男人送女人钻戒 应该是 老婆你辛苦了 然后怎么怎么样 挺有仪式感的 去说这件事嘛 她一宿没睡觉 完了第二天早上 老夏爷爷坐我床上 买完钻戒 早起来去买的 买完就坐我床上 我说你干啥呀 她说的 我给你买个钻戒 媳妇你戴上 你看看这个干活 勒不勒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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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